胡晴欣先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大家好,我叫胡晴欣 好,英文名叫阿西 大家也可以笑我英文,你都可以的 然后,我来自这家房之后,我在上海生活了七年 然后,始终工作了三年 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在做游爱设置这一块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这样吧,你直接,你用手段 你们先上能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桌面对吧,PPT 你来操作吧 你刚才带你用手 对,我忘了 好,尤其是设计复能以及开品复复的 然后,我也介绍过老家胡晴欣 我叫胡晴欣 我英文名叫阿川 我是1993年8月3日出生 来自治疆杭州,在上海生活已经七年 然后,兴趣爱好是动漫电影美剧日剧 然后,偶尔也看一下MBA 所以,游戏的话,只能玩PlayStation和Xbox 这两个平台 其实,我就是这个标准的摘蛋 然后,最传牌的画师是Tony 然后,最喜欢的漫画家是河下水溪 河下水溪,可能各位不太了解 所以,它是画草莓百分百的 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漫画 然后,最喜欢的演员是乔莽华奈 然后,我作为一名是拒绝平庸 只做最fashion的试制 然后,今天的这个小分享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设计的特性 二是,身为设计师的自我修养 三是设计的负能 四是用产品思维来做设计 那,其实设计的特性的话就四个 简单来说,美观使用规范和高效 那美观,好的设计一定是美观的 然后,眼前一亮的 甚至能提高用户的审美观 然后,第二点,它一定是实用的 设计的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 所有的设计的元素都是我要的中心组织 所展开 然后,实用性是这四个特性中是最重要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规范 当然,设计不是普通的那些艺术 艺术其实是本身没有规范的 但是,UI设计这一面是有规范的 设计语言以及视觉规范就是产品设计中的法则 它是绝不能轻易打破了 然后,80%的页面都必须要符合这个规范 问题中是80% 其实它,在原设计里面有一个准则是二八原则 就是80%的页面必须要符合这个规范 实际上的20%不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规范 第四个是高效 产品设计是必须是高效的 它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高效效工作 是一个设计师最基本的一个技能 产品设计 其实各位也都很清楚 第一步就是了解它的一个 该平台的设计语言 iOS的话有iOS的设计语言 然后安卓的话有它的Material Design的语言 然后Windows Phone的话有它的Metro Design的语言 Windows Phone限制的不太明 然后第二步就是制定规范 它是制定产品自身的整体的规范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视觉语言的规范 每个产品都有自己一套视觉语言 然后它是采取一个二八的原则 只是为了80%的一个重要的页面进行规范制定 第三步就是进行页面制作 然后第四步就是一个页面的输出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不用详细的讲 视觉语言的话就是Material Design Google的 其实大家也都很了解 它的最大一个特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动画 Material Design支持的重视它的一个动画效果 它反过强调力点 动画不只是装饰 它是有含义的 能表达元素结缘之间的关系 具备功能上的一个作用 可以举个简单例子 它比如说主页右下角有一个添加烂扭 然后比如说点击一下添加烂扭 它可以这个圆形展开成一个卡片 然后这卡片上有你一样添加的 比如说新发的体质 或者新发的一个什么动态 朋友圈的动态 就是它的动画不是只是装饰作用 它是元素与实元素之间一个交互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然后它本身也有一个功能上的一个意义所在 然后我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一点 它这个Material Design核心的话 它是一个原质化的设置 它就是一个把物理中的一些体验带进屏幕 然后它是去掉现实中的杂质随之性 它是一个最纯净状态 然后回来还原现实中最真实的一个体验 那谷歌设计师有一天就是他回家看到自己的孩子 在那边用剪刀剪那个卡片 就是把一张大的纸剪成一张小卡片 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以后 就有所启发 然后他觉得也可以把这些卡片是设计带入到 普通我们生活中用的那些APC上 就是说把物理上的一些真实的效果 可以展现到我们软件上 所以它就诞生了Material Design 也就是原质化设计这一个概念 这就是微软的Material Design 它注重了一个光滑快现代 有Simple Clean和Modern这三次 其实现在Windows Phone也质房害死透了 所以大家也都在设计上也都质房铺别这一块 接下来就是IOS Design IOS Design它始终是以大道质简为主题的 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新冷淡 它就完全全摄了鲍豪斯主义风格 鲍豪斯主义风格 可能各位也所了解 它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所学校鲍豪斯 是德国的 它是开启了现代主义风格的一个浪潮 在1930年以后 在艺术界就是流行了现代主义风格 这样一个风格 它是Valus主义风格对于虚拟产品的一个延伸 然后IOS期以来更是引领了一个点平化的设计趋势 也就是Flat Design 它每次推出一个新版本都会引起业绩的关注 它特点其实就是手绘图标鲜活的用词 然后毛玻璃的模糊效果以及简洁的删格线和文字导号 还有极简的列表页和设计以及大量的600 然后现在IOS12的风格其实也更加去向于安卓的Material Design了 它主要变化有三点 是图标由线形变文的面形 然后第二是卡片式设计 大家都如果用iPhone的话 肯定会知道它最新的App Store 就是用了大量的使用了卡片式设计 以及比较大的那个民散投影 也是有点趋向于Material Design这样的一个趋势 第二是一个身为设计师的一个自我的修养 然后大致总结了这样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图形 最下面是洞见 然后中间是创新和美 然后最上面是感人 我觉得设计师应当信封的一个设计哲学 就是洞见创新感人美 然后设计计师洞见基础上 以创新和美的方式上用户获得好的感人体验的一个过程 洞见的意思就是老子在道德经常有言 唯学日益,唯道日损 他意思就是知识是越学越多的 然后大道是越来越少的 化繁为简,发现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 现象是多样变化的,本质是节节恒定的 洞见的话就是发现事物背后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APP 它背后的本质 它背后想强调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首先看它是它的界面 然后其次我们要看到它界面背后 它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它的产品思维是什么 这就是洞见 设计师最需要具备的三大学的修养 第一是要有很多的idea 好的设计师不会安心于指挥公司 为产品经理做事 他们自己本身就有很多好的点子 不少设计师都有自己手册 致如平时突发的想法和敏感 第二就是把idea变成现实的 好的设计师不止弯弯 他们想办法把自己用一个好玩的产品做出来 然后忍不住想要全世界看到自己的作品 第三就是要善于沟通 减少沟通的成本 合理的处理需求 自己与PM 或者是客户达成共识 共同解决问题 讨论方案 第三是设计赋能 设计赋能其实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词 它最早由阿里巴巴集团提出来了 就是阿里巴巴的有一定部门 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设计师的价值其实就是源于设计赋能 对于商业贡献的一个程度 设计师可能会经常遇到 就是说业务要升级产品来支撑目标用户 然后需要在医院上线 就是说有许多新的功能 然后PD也会布置很多新的任务 然后有ED会被动配合 所以说个人觉得这些是协作同学 对于设计师的构合产生的 才论协作同学需要具备四种特性 围绕用户价值 相互信任以及 领域专业和内心的强大 其实就是这张图 然后相互信任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 我们是彼此的占有 然后就是领域专业 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最后是要内心强大 用户拥有的切板别 我带用户拥有的 其他就是三点就是围绕着 有ED 技术 业务 三部分 围绕着用户价值 这个核心来进行协作 设计师的价值就是源于设计的负能 对于商业贡献程度 在很多细细师看来设计本身 其实就是负能业务的 那之外为什么还要这样的话题 是我们已经次会发现 其实有一部分的设计师作品 只是能给我们经验各方的点赞 为什么 是因为对于商业设计师 想要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必须要处理日常的一些设计工作之外 的设计价值 所以我们对设计副能 从因果方面 此边发现 设计副能 设计师以自身的经验做设计方案 最终打来到商业负能 大块有可能也只是满足普通的设计需求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产生设计方案很经验 但是技术实现不了 或者辅助其商业目标的达成 这张图也是刚刚强调的 以设计对象的商业价值为思考期间 通过设计手法和技巧 为合作伙伴团的企业创造额外的助理 辅助其商业目标的达成 这个案例的话 其实算是两年前的四月份 它是淘宝的一个 新世丽州的一个活动面 可以吧 不全屏 它是卡中 它是超链接 这边显示网络 对 那你先回到PVT 这边显示网络 这就是 这边显示网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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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淘宝余地传的一个音乐 虽然它是两年前的设计师 我觉得放到现在也并不过时 它主要的是用蒸汽波的一个风格 可能各位也有所了解 蒸汽波其实最早流行于上市之八十年代 然后最近两年的话 它有一个复兴的一个趋势 它最主要的一个元素要点在于 在一个页面上用 可能我们觉得就比较画力不少 但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它是用了石膏 这边是石膏像 然后这里是石膏像 它给它做了一个 改变了一个色像 就是本身其实它是灰色的 改变了紫色的 它用整个页面的一个色调 相符合 所以把颜色调了 然后它还有元素就是 也是上市之末的 Windows98的那个页面 就是一个谈光 然后 它一个元素其实是加上日文 就是这些 一个是裸体标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互联网的发展 也就是复古的一些系统元素 它就是蒸汽波 还有一个元素就是 因为它真似乎最早是日本 你继续了 好 它颜色其实 主要就是渐变 粉色和蓝色的渐变 以及其他的一些颜色 为什么我想说这个案例是 它设计赋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价值体现 因为之前他们是新式绿洲 就是所有的页面 其实是比较普通的那些 就是普通的电商风格 就到处 对的 就很平面的 就是随处都可见了 但是这 它这一次的新式绿洲的一个页面的风格 就是非常经验 就是 包括别的其他的一些电商平台也都看不到了 所以它就是 它是以设计师为核心 先提出一个方案 而不是运营提出方案 然后设计师来执行这样的一次 它是以设计师为 最先先驱动 然后再推动整一个企划进行 所以它是一个设计赋能的最好的一个体现 所以它这一周的一个视觉的风格 比较的经验 这样子 如果按平时他们运营的想法来做的话 其实就不会有这么经验的一效果 可能还是一期比较普通的一个活动业 这是他们之前的一个新式绿洲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平面风格 他们也请了很多明星来代言很多模特 包括许焦 这些 还有一张星原文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期 我冬夜做得非常成功 就是包括比后面它以后的那些主题 做得都要好 就是因为这一次他们是充分体现了设计赋能这个概念 就是说有设计师驱动 就是设计师来提供这个活动业的一个想法 然后再跟运营 就业务方面去做一个沟通 然后最后推进整个企划 然后落地 形成最后这样一个活动业 就这样的一个成果 后来做过一次赛博训课的 赛博训课 最后我不太知道 觉得也很成功 对 对 也很分析的 这种东西 风格就这么些 这新兴的风格就这么些 用一次你还在用上 是吧 嗯 你还是会退出去 嗯 嗯 你接住那一页 右键 右键 嗯 嗯 这一定用比较爽 哈哈 谢谢观众片 谢谢观众片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设计出动 驱动然后再是设计协助和设计增值 设计协助是指通过美化页面实现产品好看好用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设计增值就是通过设计的差异化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它可以通过自身的一个风格 达到出一个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前面例子就是用了蒸汽波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一些风格 来打造出特色产品 然后设计驱动就是指通过设计影响业务策略 甚至影响企业的一个产业务部署 第四就是要用一个产品思维来做设计 也就是深度的挖掘问题 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 就是说其实设计不是单纯的 你做一个页面或者说 去做一个产品这样子 它设计更深层一个含 就是说要去解决问题 它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 然后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让人 为了让人更好地得到一些反馈 然后第二什么是产品 就是被人们使用消费 然后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求 任何东西 然后产品思维核心就在于 要提出问题会分析 然后最终性陈于透露 然后再来解决问题